歡迎收看 看得見的髒汙還好洗 更可怕的是 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大腸桿菌 孩子要是感染大腸桿菌 並不一定是吃壞肚子 有可能是 有孩子都有經驗 小朋友要帶出去放電 每次回來都是 滿頭大汗 那個衣服 在地上滾什麼的 其實像我的小孩是比較大的 但是在座兩個比起來 我應該洗了20年的衣服 對 小時候那段經歷 應該也是滿可怕的 不是只有小時候 現在年輕人打籃球 運動 那個臭到酸 我跟你講 真的 比你的襪子還噁心的 所以我個人 我就會先選擇最重要的 妹妹在哪裡 就是洗衣精的問題 它才能夠真正把問題處理掉 我就會選擇 在台灣生根老字號 有50年歷史的 它在台灣市占率是第一名的 厲害 他用的 4X 因為它 從小到大 沒有人不知道這一點 對 這個大家知道 台灣本土已經是生根50年的 大家都知道的 它有雙重潔淨的 天然酵素成分在裡面 它可以 鎖定你的污汁 還有你髒的地方 它可以把它分解 洗得乾淨 最重要的 它有上一顆奈米級的結晶分子 你深入激晶之後 像機能衣的底層 它都可以就會卡 在那尾 像一般剛剛 張醫師講到 一般是平的 可能機能衣是不一樣的編織方式 所以它的細菌就容易 卡在那個縫縫裡面 而且根據實驗證明 它像你的什麼 金黃色葡萄球菌 大腸桿菌 還有那個什麼 綠濃桿菌 還有克雷博士肺炎菌 聽她講 KP 對 這個經過實驗證明 可以起進大概有99%可以搞定 那很強 所以做媽媽的責任是重大的 選對洗衣精 捍衛我家人的健康 好聰明的媽媽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通常小孩子這樣玩回來 那個臭寡聲都會 你會覺得洗完以後 明明是曬乾了 太陽公公也會 有那個酸酸的 對 然後一穿起來就 老公 衣服就換掉 好不好 很臭 你洗這樣 他就會講說 你洗的 後來我才知道 就是因為那個味道都卡在裡面 為什麼我喜歡它 它可以把那個 衣服裡面卡住的那個 汗垢 臭寒 酸 還有細菌 分解掉 臭味通通洗掉 然後留下來的 就是這個洗衣精裡面 本身的香味 我跟你說雪松精油 你們上網去搜尋 這很貴 超貴的 對 就是這個 中精油超貴的 這個很貴 它就是可以去除你的髒 然後留住你的香味在你身上 所以你穿起來就是舒服的 其實這個 這一瓶 大家可以放心的時候 來 你先乾 先乾 不是 不是吧 來 聞聞看了 你聞一下 我先 這個味道 菜館 好清新 這個味道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很好舒服 洗完之後 你穿在身上 你是可以 就覺得很舒服的 這種清香是 這男生 女生都會喜歡 對 大人 小孩都OK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我們挑選洗衣精 廣告上常聽到 不要含鈴 不要螢光劑 對 不要漂白劑 還有最重要 不能有色素在身上 不然穿上衣服都是 我最親愛的家人 這樣是會傷害她的 對 要請教一下楊老師 像現在這個 無添加化學的這些添加物 也是很多媽媽們 在挑選洗衣機的時候 很重要的考量對不對 對 有些洗衣精 它會添加一些額外的 沒有必要的那種添加物 像剛剛佑南講的什麼 螢光劑 漂白劑 這些東西其實對人體 都是有傷害 不算還會對地球造成傷害 所以說要挑選 在選洗衣機的時候 一定要挑選成分好的 而且我最重要跟大家講到 為什麼我喜歡它 就是孩子的健康 家人健康我顧慮到 但是有一天 我的孩子會出去 就好比 小孩去公園玩吧 小孩去上學吧 老公會去打球吧 它的環境好不好 好 像我們都會想說 我們要節省 就會去買補充包倒進去 對 但補充包 那個包它還是個垃圾 對不對 就再丟出去 又是一個垃圾 新的垃圾產生 它好好在哪裡 它的這個瓶身 你看它這樣子的瓶身 是四個大概將近 1000CC的牛奶罐 回溯 會廢物在利用 廢物在利用 它完全沒有用到新塑膠 沒有 所以它就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超環保 對 就是一個環保的概念 所以你會覺得說 媽媽把衣服洗乾淨 照顧你們身體健康 但媽媽也顧慮到 你們出去的環境 如果一個媽媽這麼做 這一塊會好 兩個媽媽這麼做 就兩個塊 對 越多媽媽這麼做 我們的社會地球 是不是就更環保 真的 所以我們的環境 真的是我們可以留給孩子 最棒的利用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的 真的太棒了 謝謝佑蘭姐的分享 謝謝 謝謝